一年推一击 现在来到苹果iPhone15了 终于让苹果在2023年挤下了三星 成为全球最大 也是市占最高的智慧型手机龙头 而这消息刚好就在三星 推出新一代旗舰机S24之前公布 三星发表应用最新Galaxy AI技术的S24 后称能做即时翻译 两个说不同语言的人讲电话可以沟通无碍 从示范影片上来看能够边讲边翻 就像是你的专属翻译 还有这一键修图也让现场很惊叹 完美去背融合背景重置 不需要开APP修半天 另外三星也公布了和Google合作的新搜寻功能 只要画圈圈就会自动搜索显示 结果根本不用切换APP 三星端出了AI迎战Apple 而苹果虽然夺下了手机市占龙头 却丢了另一个宝座 全球市值最高公司被微软取代 微软的市值来到了2.93兆美元 过去一年股市表现更是碾压苹果 苹果股价在去年冲出48.18%的涨幅 成绩不错 但是和同样被列为绝地七骑士 美股七大巨头 挥达特斯拉和Google Alphabet的涨幅相比 真的不算什么 为什么自由生苹果会变成七巨头里面的垫底 关键就在AI 微软大量投资发展AI 包含Azure云端平台 伺服器软体 还有去年推出的AI小帮手 这让每个人仿佛都变成钢铁人 有自己的Jarvis Copilot也将整合进Outlook等工具 科幻感十足的一幕 是微软画出的AI大饼 同时还大手笔投资OpenAI 相较之下 苹果这边是劲悄悄 根据美国CNBC统计 在去年的财报季 当Meta 微软等都强调AI发展的时候 苹果居然只有十几次是提到AI相关话题的 到底苹果是没准备还是藏很深 有分析师认为苹果准备在和云端运算 相对的边缘运算来出击 也就是发展所谓的边缘AI 指的就是我们在手机或是电脑上 就能够运算AI的大型语言模型 不用再仰赖云端资料库 是使用本机里的数据资料库 这对用户来说 隐私安全 渴望大大改善 摩根士丹利还预估 苹果最快在今年九月就会推出AI手机 可能会激出一波强大的换机潮 目前iPhone的换机潮周期 已经拉长到了四年半 如果真的推出AI应用的必杀剂 再加上本身就多样化的硬体产品线 包含Mac iPad和头戴装置Vision Pro 到时候可能都会一口气冲出换机潮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